近年来包含中国民族元素的歌舞表演 频频出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15次缔约方大会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国际会议上 而在国际乐堂 一批优秀的中国民族音乐人也长露头角 受到海外乐民喜爱 出生在英国伦敦的夏天 是资深音乐人 打击乐教育家 他扎根中国20余年 致力于将中国民族音乐推向全世界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比较吸引我 可能看的书比较多或者是看电影 我就觉得很好玩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学习中文的 其实那话没有想太多 没有想到20多年以后我就还在 中国有56个民族 不少民族拥有各自的民族语言 民族乐器和演唱形式 英国与中国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 英格兰人 威尔士人等不同民族都有独特的音乐 英国就比较代表性的 比如说风地 苏格兰风地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弹的东西 吹奏的东西 然后就提琴 还有一小部分的打击 阿尔兰的打击也比较多 当现代音乐在英国开始流行之后 民族音乐同样面临难题 但得益于世界音乐分类的诞生 让民族音乐重新回到公众事业 中国以及云南的民族音乐 同样需要这样的挖掘者 1998年夏天来到中国云南 开始对单地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进行研究 并长期致力于将中国民族音乐 推向世界 我觉得听这个东西不只是在 像流行一样去现象一个好听的东西 你现象的是一个传统 你可能听到它背后的几百年 几千年的东西 我是这种感觉 我听的不只是它现在的演奏 我听的是 我能想象到是 一代一代穿过来的东西 近年来 中国风在世界各地流行 夏天希望中国明月人 可以在明月创作中加入流行音乐元素 先尝试让民族音乐更异于让大众接受 让别人先有一个感觉 云南的音乐是好听的 它有多样化 有各种音乐器 各种强法 各种都有 然后慢慢的这些人就会感兴趣 同时 夏天也希望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音乐人 能够多学习本族的传统音乐 云南的优秀的乐手 好多的都是小数民族的 所以我就希望 它会哪一部分的精力去 做传统的东西 我们做的全部 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